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薪五千 而她的儿子则是名校研究生毕业 月薪三万 方大姐一直觉得小云配不上自己儿子 可二十八岁的儿子执意要结婚 他哪里拦得住 小云来自偏远农村 家里世代务农 女儿出嫁 老父亲把方大姐家给的八万彩礼全部没收 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给女儿买 更别说嫁妆 婚后 方大姐对小云是各种看不起 好在这儿媳妇对于婆婆的欺负从来都是笑脸相迎 不顶嘴 但也不会故意去巴结 小云怀孕后便辞职在家 婆媳从早晚见面变成朝夕相处 生活习惯的不同 饮食口味不调 言语都没如几句 空气窒息的味道 在方大姐心里 小云不能算嫁进豪门 但最少算是高价 再加上她儿子对老婆的态度也是不嫌不淡的 让这个婆婆更加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方大姐平时的生活不是逛美容院就是出去旅行 再不就是喝茶打牌 对怀孕的儿媳很少关心 家里也就请了一个终点工搞卫生 并没有做饭的保姆 小云是个务实的姑娘 会过日子 孩子出生后请了一个保姆帮忙 她在家也没有闲着 报名了一个烘焙班 学做各种糕点 饼干 家里有人过生日 她自己做蛋糕 方大姐的老公对这个儿媳妇甚是满意 儿子对老婆的态度虽然没发和前女友相比 但也算是做到了为人丈夫 父亲的责任 只有方大姐始终觉得儿媳妇是高攀 骨子里看不起她 轻视她 觉得儿媳任劳任怨都是理所应当的 家里卫生凌乱 第一个埋怨的是儿媳 孙女有个感冒发烧 摔伤碰伤 责备儿媳怎么当妈的 就连儿子和前任偶断丝连 都会责备儿媳没有照顾好丈夫 总之对儿媳就是各种刁难 挑刺 把她当免费保姆 传宗接代的工具 而小云既没有刻意去迎合婆婆的趾高气昂 也没有顶嘴反驳 她始终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一个妻子 儿媳以及母亲的本分 直到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方大姐无意发现 儿子和前任来往很频繁 这可不是好预兆 儿子和前任是大学同学 两人感情非常好 本来是打算结婚的 后来女方出国了 而且一去就是三年 还说要嫁到国外 女友单方面分手后 方大姐的儿子 郁郁寡欢了整整一年 直到遇到小云 她的脸上才开始有点笑容 尤其是孙女出生后 她整个人都振作了起来 尽管说这个前任 曾经是方大姐最理想的儿媳妇 不管是学历还是长相 以及家庭 都比小云强很多 可现在局势不同 儿子已经有妻有女 前任再频繁插足她的生活 那就是名不正 言不顺的小三 方大姐在小区门口 堵截了儿子 最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没想到是儿子 居然有破镜重圆的打算 如果他真的那么爱你 当初就不会分手 这下移民不成了 又想起了你 这算什么 他就是把你当免费备胎 傻子 再说 小云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居然想离婚 我怎么生了你 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方大姐是一个拎得轻堵刺的人 哪怕心里有些看不起儿媳小云 可儿媳再不好 顶多也就这个婆婆欺负一下 外人想要欺负她 绝对不行 再说 外人见她儿媳 这个婆婆也会跟着不堪 儿子明显不悦 也提高了声音顶撞 你不是看不起小云吗 我离婚娶一个女博士 那可是给你长脸的呀 枉费你读那么多书 怎么对婚姻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呢 婚姻是儿戏吗 你想娶谁就娶谁 你想抛弃谁就抛弃谁 别忘了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 将来 人家也这样对你女儿 你会答应吗 方大姐对儿子一字一句的回击 就差要给她一耳光 活了五十年 她也算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也了解自己的儿子 更知道什么样的女人适合当儿媳 让方大姐意外的是 小云早就发现丈夫的心不在焉 不确定她是否出轨 但明显对妻女变得不耐烦 小云也想过离婚 但最少不是现在 为了女儿该争取的必须要争取 小云同意婆婆的说法 离不离婚 那是关起门的家务事 光明正大的原配 难道还要被没脸没皮的小三 牵着鼻子走不成 还有没有王法 婆媳虽然水火不容 互看不顺眼 但真遇到事情 还是会站在同一立场上 聪明的婆婆都懂得一个道理 儿媳是孙子的妈妈 不想孩子受委屈 必定就会爱屋及乌 疼爱儿媳 方大姐出面 约见了儿子的前任 立场很坚定 儿媳没有任何过错 孙女更是无辜的 如果儿子执意瞎眼要离婚 就让她从家里滚出去 在婆婆的支持下 小云带着女儿搬出家去住了 这么做也是为了让儿子看清 前任和妻女的天平究竟哪一边重 儿媳搬出去的一个月后 儿子亲自去接了妻女回来 还把她和前任摊牌的微信截图 发在了家庭群里 让所有人看到 她天平是偏向了妻女 绝对是心甘情愿 在这一个月里 小云也想清楚了 这段婚姻要想继续走下去 绝不是靠自己委屈求全 更不是靠她的施舍 稳固的婚姻 或许没有爱的轰轰烈烈 但一定是旗鼓相当 她没有高攀 她也没有低旧 一切都是默契到刚刚好 小云选择了原谅丈夫 大家都是凡夫俗子 谁能一辈子不犯错呢 况且她也算及时杀住了车 当然这样的原谅 一辈子只有一次 但愿她能好好珍惜 方大姐说 过年时儿子的前任相亲成功 年后便去了上海 而儿媳妇小云 则开了一家亲子餐厅 生意谈不上火爆 但最少可以相当于一份白领工作 现在方大姐和儿媳还是会有些摩擦 但彼此都笃定 心的距离其实靠得很近 把对方当成了最亲的家人 家人在一起 既是既能互相嫌弃 又会在关键时刻 拧成一股绳 对抗外敌 两代人在一起 难免会有各种不习惯 水火不容 还会为那个既是儿子 又是丈夫的男人 争风吃醋 互不相让 恨得咬牙切齿 聪明女人都懂得 婆媳间的不对付 也是关起门的内战 只要小夫妻一日不离婚 说到底还是一家人 一旦遇到外敌 婆媳内部矛盾都可以放一放 马上统一战线 枪口移至对外 这个外敌可能是脚舌根的邻居 也有可能是小三 菜市场的屠夫 公交车上的路人 在外敌面前 婆媳会手握手 很自然的劲儿往一处屎 拧成一股绳 并肩联盟 一起抵御外敌 演绎美好的婆媳时代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